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来学习一个新的知识点 还是关于我们之前所介绍的这样一个装饰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装饰器之后 它会对我们原有的这样的一个F1函数 有什么影响 那么这段代码是来源于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章节 如果大家忘记了的话 那么就对着这个代码再来看一点 回忆一下 这里就是定义了这样一个Decreator的装饰器 然后我们定义的Decreator装饰器 把它扎在了我们的这个F1函数上面 从而实现了为F1这个函数 添加这样一个打印时间的功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添加了这样的一个装饰器之后 它会对我们原有的F1函数 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也就是说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 好让我们稍微修改一下这样一个F1方法 我在F1的内部不再打印原来的话 我把它改成打印这样的一个函数的名称 函数的名称呢 我们是双下滑性那样的 好 那么现在假如我们不加这样一个装饰器 我们把它给屏蔽掉 我们来执行F1看一下 这应该是C12.1P吧 好 我们会发现 一切如我们所料 F1这个函数的名字 被我们打印出来之后 就是F1对不对 那么我们对比看一下 如果我加了这样一个装饰器 函数的名字将发生什么变化呢 再次执行C12 好 然后我们会发现 加了装饰器之后 首先由于装饰器的功能 是为我们函数增加了一个打印时间的功能 对不对 一切如我们所料 前面就是我们新增加了打印时间的功能 但是我们会发现 在增加装饰器之后 函数F1的名字变了 它不叫F1了 它就叫一个挖牌 好 那么大家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挖牌来自于哪里 这个挖牌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笔包函数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会认为 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函数的名字被改变 确实呢 将会影响到我们的代码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先不入这个DK状态创始器 我们先看我们的原函数F1 我现在给我的原函数F1 来增加这样一段函数的注释 就是说 S1F1 我这里写的这个注释只是一个示例 那么这个注释本身 如果你来写的话 你应该在注释里面描述清楚 F1这个方法的作用 好 那么很多同学会认为 这样的一个函数的注释 它只能像一个备忘录一样 让我们来回顾代码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注释到底有什么作用 除了可以帮助我们 回忆起这个函数的作用之外 好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终端命令行线 直接打一下Path 然后可以启动 Pathom交互式的这样一个兵器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如何在这个里面 来查看我们函数的帮助文章 我们可以通过help这个函数 然后它的参数可以接受一个方法 或者是类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这里 要查看一下len 这个内置函数的文章说明怎么办 那么就调用helplen 然后我们回去了 好 我们会发现len这里 将打印出len这个方法的 它的这样一个内置的说明 那么这样的一种 help查看文档的方式 神秘吗 并不神秘 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函数的内部 加了这样的一个函数的注释说明之后 我们也可以通过help的方法来查看 好 我们现在直接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print help 然后把我们的函数的名字 我这个强调是名字 f1 下进来 好 然后我们运行看一下print help f1 将打印出什么来 好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f1的调用给评议掉 主事调用 c12-py 我们会发现什么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help 同样可以把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f1函数 它的函数说明 给反复过来读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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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读 z4-fe 这里同样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 但是一旦我们对这个f1函数 加了一个装饰器了之后 然后我再调个hive f1 还能不能找到我f1这个原来方法的 它的这样一个说明呢 好 我们会发现很明显的找不到了 好 从这里我们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来看到这样的一个函数名字改变之后 对我们代码的影响 那么实际上来说的话 如果你用Pathom去写一些框架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是内户的时候 非常依赖于这样的一个函数的名字 所以说装饰器这个东西 大家不能乱用 一定要知道用了装饰器了之后 默认情况在那里面 我们函数的名字是会改变的 改变之后 有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 我们无法预知的错误 好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让我们某一个函数呢 在增加装饰器了之后 它的函数名不会被改变 依然保持它原有的函数名呢 好 Pathom提供给了我们一个 另外的装饰器 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装饰器呢 我们呢 可以通过from 这样一个fantos 这个某块上面 来导进来 这个装饰器的名字本身来说呢 就叫wappers 好 那么解决的办法呢 就是导入这个wappers 然后呢 在我们必包函数的上面啊 应用这样的一个装饰器 按着wappers 好 那么要注意啊 这个装饰器呢 是可以接受参数的啊 然后呢 把我们要执行 要被包装的啊 真正的叫一个函数呢 funk呢 它就传进了 这样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函数的名字 还会不会被改变啊 好 那么此时呢 我们看一下 现在加了这样一个装饰器 对不对 我们再运行一下啊 wappers 你脑子放 看一下啊 拿错了 不好意思 wappers 出改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好 我们会发现啊 现在呢 正常的执行了装饰器 所带给我们的打印时间的功能 同时呢 我们也保持了 远游的函数名称 是这样的一个fe啊 好 由于呢 函数的名字没有改变啊 所以说呢 我们在函数 查看这个fe 函数的时候呢 同样可以显示出它的文道版 让我们再看一下 看见呢 依然保持了fe 这个函数的文档 好 那么我们呢 在用了这个wappers 装饰器的地方啊 确实可以保持我们 原有函数名的不变啊 那么我相信很多同学 对这个呢 是有一定的好奇的啊 想知道为什么 这个wappers装饰器呢 可以保持原有函数的不变啊 那么我这里呢 简单的解释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啊 wappers装饰器呢 它这里面是接收了一个参数 对不对 这个参数呢 我们传进去的实质是什么 就是我们原来的这样一个 f0对不对 原有函数啊 好 那么这个wappers装饰器呢 它既然接收了我们原有的函数 那么呢 wappers呢 它是知道我们原有函数的一系列的信息的 包括这个函数名fe 好 那么当我们去执行这样的一个 带装饰器的函数的时候啊 我们其实呢 直接执行的是这样的一个wapper啊 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函数的名字呢 会丢失呢 这是因为呢 我们呢在执行的时候啊 是直接执行的是wapper 并不是直接是执行的原有的f1 那么啊 借助这样的一个wappers装饰器的话呢 它呢 是可以把这个funk啊 就是我们原有f1函数的一系列的信息呢 被复制到wapper这个币包函数上面啊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保持原有的这样一个函数名了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里 再见